今天你只有一個鐘頭 我今天把在座的來賓 他們的專長介紹一下 台灣跟中國大陸五不五統 不完全是開台灣 是中國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當然當然 所以郭正亮兄 對這個國際形勢的研判 是很重要 啟動戰爭的一個契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這個跟老美交往很多年 美國出不出兵問他 對不對 他說出就出 不是 我說他的研判是比較清楚 我知道了 我介紹一下劉翔斌 劉翔斌是當年我跟佟正亮將軍 把他送到美國戰院去讀書 後來我到美國戰院去訪問 他院長非常誇他 為什麼誇他 我說你誇他什麼呢 他說波灣戰爭同時進行的時候 美國戰員在做兵推 他每一步預測都後來實現 所以這個小子平常不露面 今天你能把他請來 我想你這四段的paper都是他寫 應該沒錯 打起來的第一個接戰的是他 頭抬不抬得起來不知道 將來是不是中戰決策是這個政治人物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把這個公分一分 自己呢 那我呢 我是搞登陸演習從上校就開始 漢星 漢星比漢光還大 漢星完了搞漢光 漢光一號 二號我都參與 一直到國防部 搞九六費蘭危機 你都在搞這個反登陸 你要講反登陸 不是外面這個兵推的數字 剛剛講 剩下百分之二十 我告訴你看看這三個箭頭 台中一北那個箭頭是阻斷你中部跟南部的軍隊向北部援 那北部軍團他們就兩萬多人 他在七個合成旅陸戰隊七個旅四萬多人打打你這兩萬多人還加上海空火箭飛彈你能殘存多少 這個都一解決了後面的問題就沒有了不是說你要把整個國軍消滅的百分之七十不是這樣算的打仗戰場是切割的對 所以我們這個問題啊等一下由這個兵推開始啊我們一個個來討論 來吧鄭亮兄怎樣 中美關係好嗎 我覺得北京那位出動軍事手段一定是和平統一無望嘛 那無望接下來才會有現實的評估嘛 第一個就是說他軍事行動的採取會不會像張將軍講的 他可以在幾天之內就控制了關鍵部位 那如果這樣他自己就出手造成既定事實就好嘛 那如果他的判斷不是這樣 他認為說我打台灣可能台灣還是可以撐一陣子 那美國就會介入 這樣的情況之下他才有可能考慮為而不打啦 因為為你天然氣十一天糧食至少四十天 基本上為是不會投降的 他一定是後面還有招 那他就是知道說我可能沒有辦法去阻止美軍介入 可是如果他認為他可以阻止美軍介入 就是速度非常快 快到美軍來不及介入 我認為他就直接用軍事處理 對 美軍會介入嗎 美軍 主持人你想想看 誰會替其他的國家人去流血去啊 這是利益的問題嘛 美國要計算自己的利益 也不是總總說了算 你國會也會介入 民意也是會介入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 介入這種可能性啊 是很模糊的 但是呢就是剛剛曾亮兄也說了 作戰的節奏是很快的 對不對 你介入的時間如果是拖個一個 兩個禮拜三個禮拜以後 戰鬥就結束了啦 他們說事先可能還要通知各國什麼要撤僑啦什麼 所以你就有跡象 他不會那麼快到底是這樣嗎 撤僑是一定要撤的 因為沒有人會說不管自己的那個國民在 我在說他通知的時候是不是就就讓你知道說 他兩個禮拜後要行動 就他想快不能那麼快 是不是有人這樣講 有人這樣說但是呢 可是你不曉得他會做什麼決定啊 因為你不能猜測對方的那個對手的那個決策啊 對不對 撤僑是一定會撤 其實如果說情報做得好的話 你有這個動員的跡象啦 集結的跡象 在對岸的時候 一定要部隊要集結嘛 一定要動員一定要部署嘛 對不對 那個情報一猜測以後 先趕快叫你撤啦 那個二軍島烏克蘭之前有叫基辅的各國撤 對啊 所以還是有跡象嘛